另外今天早上 立法院是针对蔡英文总统所提名的 四名大法官的人选 来进行人事同意权的投票 虽然国民党团是拒绝进场投票 但是因为民进党团67名立委 一致投了同意票 所以轻松过关 国民党团召开党团大会后 一致决议不进一场投票 因为两天大法官选查下来 他们不满意 立法大法官 立法大法官 蔡英文蔡总统之前已经提名七名 现在再提名四名 已经超过三分之二 所以我们觉得蔡总统应该有所节制 这个是宪法所赋予总统跟立法院相关的职权 这跟滥权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国民党团不投票 民进党团假急动员 除了有人请假 67名立委 全投下同意票 曾说过台大没把前总统马英九交好的台大法律系教授 谢明阳 有在野党奥元 同意票 拿到71票 考选部长蔡宗贞也拿到71票 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 68票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院长杨惠钦 67票同意 杨惠钦 案备受关注 明星官张轩 严俊强台报道 交道 团队